歡迎收看股市熱炒店 讓你快樂投資 輕鬆理財 股市的真理 讓我告訴你 歡迎收看 真理庫 沒錯 就是真理庫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本一本是十八歲 該差這麼多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講 18歲的故事 我們今天是要來講ABF宅版 我們看一下 ABF宅版廠這三檔 杯杯是ABF 該差這麼多 我相信大家對ABF宅版三雄 都不陌生 星星、景碩、南店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從星星失火當天算起 星星的漲幅12% 景碩的漲幅2成 南店的漲幅4成 同樣是ABF宅版廠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帶各位了解說 它其中到底有什麼樣的落差 第一檔 3037的星星 合理來講 ABF工需缺口 持續擴大 因為各位要知道 ABF宅版的工需缺口 會持續擴大到明年第一季 這種情況 它的產能大 面積佔比又最高 最大受惠者應該是要星星 但是星星它就很衰 人在衰 全部都會生菜貴 人在衰什麼事都會發生 星星9月份失火 10月份會失火 連續2個月失火 這真的是有夠衰 所以這種情況造成說 星星的產能其實流失的非常嚴重 它原本是產能最大 但是現在變成說 這部分失火的產能需要去修復 那大家還要知道 ABF宅版技術門檻高 它產能要修復 需要時間 成本 還有能力 所以一定是需要一段時間 產能是下降的 所以這種情況 才會出現說 星星明明它的占比是最 它的生產產能是最大 結果漲幅卻是最小 那再來是8046的南電 南電它算是ABF占比中 最高的一檔 所以很合理 星星落難 南電就直接串位上去 這完全說了過去 所以南電 它的占比夠大 它的占比夠大 也代表說 它的受惠程度 其實是最大的 這種情況之下 再加上說 南電的產能足夠 它可以去接到星星的一些轉單 所以才會說 南電它在近期的漲幅是最高的 那你會說 要為什麼緊縮 卻漲幅落差的南電 有兩成以上 主要是因為 緊縮的主場 是在 BT載板 BT載板 其實是兩到三年以後的一個大趨勢 那我們比較近期 明天第一季 缺貨的是 ABF載板 那基本上 緊縮它的受惠程度 就沒有像星星 跟南電 這麼樣的大 所以才會造成說 明明 好像南電跟緊縮 它都要受惠於星星失火 但是漲幅卻差了一倍 原因就是在於 營收佔比 所以其實並不是說 緊縮它的 公司不好 體質不好 而是說 ABF載板 並不是緊縮的主場 緊縮的主場在於 BT載板 所以大家才會發現到 為什麼 ABF載板 明明它的供需缺口 擴大到明年第一季 那這三檔的走勢這麼分析 關鍵的原因 就在於 營收佔比 所以大家去看 星星 12% 南電 40% 景碩 20% 關鍵的差別就在這裡 所以其實這就是大家常在講的 再好的學校裡面也會有壞學生 再壞的學校裡面也會有好學生 所以當以後大家發現到 某一項產業 它正要起漲 那你想要挑選出 其中最強的個股 其實營收佔比 就是一項非常關鍵的因素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 對你有幫助 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要去訂閱 股市熱炒店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想看 哪一位分析師穿著真理褲 來上我的真理褲 歡迎在底下留言